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Power Query Challenge 那我们今天的Challenge是什么呢? 我们就尝试做一个Basket Analysis 当然是一个简单化的Basket Analysis 那我们手头上有一个Transational Table 我们其实就是想看每一个Transaction 只有A和B的产品在里面的Transaction 就是什么呢? 我再解释一下 那我们这个简单化的Transational Table Column A Transational ID Column B Item ID Column C Brand 我们有A B C D E不同的Brand 我们其实每一个Transaction里面 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品牌 亦都可能只有一个品牌 那我们就是想看那些Transaction 只是有品牌A和B的Transaction 那这个Transaction No.1 就不合格的 因为它有A D E三个品牌 重复一次 我想看的 只是同时有品牌A和B的Transaction 那你可能会说 我做过Auto Filter 那就搞定了 选择A 选择B 但是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Auto Filter 我现在这样选择 它会将A和B所有的产品留下 就是什么呢? 看个例子 这个T004 它只有品牌A在这张单里面 T006 它有什么在这张单里面呢? 它有品牌A 品牌B 品牌E 有三个不同的品牌 如果我纯粹做一个Auto Filter 留下A和B 其实呢 第四个Transaction 和第六个Transaction 这两张单 它都会继续在Data Set 但是我不想看它们 因为我只是想看那些单 是什么呢? 只有品牌A和品牌B的单 麻烦 我们当然是利用Power Query 去做这件事 首先呢 我们这个表已经有一个Excel Table 我们去Data Tab 然后 From Table Range 我们就将这个Table 带到Power Query Editor 里面 这个Query 我想给它一个名字 我叫它做Base 然后呢 我就将它所有的Column 做一个Definition Define 头的三个Column 是文字 第四个Column 其实它是属于数字 Define 之后呢 我想将这个Column 做一个复制 RiteCat 这里 然后选择复制 Dubricate 然后我又想把它改名 我将它变成什么名字呢? 我就叫它做Result 因为这里将会是我的结果 我第一步要做的呢 就是将TransactionalID Group在一起 为什么我要Group在一起呢? 和我怎么Group呢? 首先选了TransactionID Transform 这个Tab Group by Group by 是什么呢? 在Operation 选择 All Roads 然后OK 那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 所有的TransactionNumber 所有的Dan Number 它只会出现一次 因为我刚刚做Group by的动作 就是将相同的Dan Number Group在一起 出来的结果 会是一个Table 一个表格 而这个Table 因为我刚才选了 All Roads 就是说 所有的Record 它会在这里 每一张单 所有的Record 保留在一个Table 里面 那在这个Table 我们就看到它的Brand 我会看到它有什么Item 有什么Brand 有什么Quantity 第二个Transaction 就有A和B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第三个Transaction 只有Brand A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下一步就是问 我们怎么可以将这个Brand 给我们做一个筛选呢? 做这个之前呢 我们就 按一按那个键 然后我们不要按Expand 我们这次用Aggregate 这个Function 然后就选第三个Option Count of Brand 其实这个Count of Brand 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我uncheck了这个Box 一起看一下 这个Result 它出来是4 第二个Transaction 4 然后Transaction 4是1 如此类推 其实它在做什么呢? 它这个Function 给我们叫做 List.Count 其实它是数回 那个Table里面 有多少个Record 有多少个行数 所以就出了这些数字 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不要紧 我们做一点点修改 那就可以了 这个Function 我是想要个List 但是我不是想要 它和我做一个Counting 我想做什么呢? 我想做一个Distant List 我就看一下有没有Distant 真的有 List.Distant 就是说 它会给我们一个unique的List 踢一踢 那现在我会有什么呢? 我的List 里面 就会剩下一个Brand 就是它不是再跟我数 有多少个Brand 它是跟我 这个List里面 它会给我们一个Distant List 那我就每一个Table 变了一个List 而这个List 就会告诉我 它有什么品牌 在里面 好了 很近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这个品牌 它是没有排序的 D E A 它是没有排序的 那其实下一步 我就想将这个List 做一个排序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排序呢? 因为我有机会 A B 有机会是 B A 其实对我来说 它的次序 是不要紧的 但是我又不想 令到这件事很复杂 所以我将会加一个Custom Column 去将这个品牌的List 做一个排序 这个Column 我就叫做Sort Brands 这样 接着 我Based on 一个List的Function 我想做一个Sorting 我就打List Sort List D E A 接着 开括 接着 我要给List 去做一个Sorting List 在哪里? 就是这个Count of Brands 就是什么? 就是刚刚那个Column 的名字 就是这个List 然后我就将它Feed入这个Function 叫做List.Sort OK 那我出了一行出来 我们就看到结果是怎样 本身呢 它的List 是D E A Sort了之后 就是A D E 做了这个Sorting之后 整件事很简单的了 那我们打开这个Sort Brands 选Extract Venues 这里我们可以给一个分隔符号 这个分隔符号 我就给一个Corma 给一个斗点去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出来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出来的结果就是 它那一张单 它卖了一些什么品牌 我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接着下来就非常简单了 我就是想看 有品牌A和B 正是品牌A和B的单 那我这里做一个A和B的filter 搞定 剩下来这12张单 正正是我想看的单 那其他columns对我来说 不重要的了 我可以删除了 然后下一步呢 我就要将Base Query 这些Transational Details 就是说每一张单 里面有什么产品 有什么Item 带回来这个Result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做一个Merge Home Merge Queries Based on这个Transaction ID 和Base Query这个Table 做一个Merge 都是Based on Transaction ID 这个column 现在我就将每一张单的Details 带回来了 那我只需要expand 这里 选择所有column 就是不选择Transaction ID 因为我已经有了 然后按OK 哇 我要做的东西就是做完了 这12张单 它只会有Product 有产品A和B 那它就会给了我 我现在呢 就将它 Close and Load 但是Default 它是Load了 一个Connection 那我现在去回Result 这里 Kick Load to 在这里选择 我麻烦 Load去一个Table 就Load到这个位置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果 只是只有 品牌A和B 同时存在的单 它才会保留在这里 一如以往 那我们必须要测试一下我们的结果 那我们看我们的结果 那我们看我们的结果先 那我们第一个 第一张单呢 是二号单来的 而我们的那个表格呢 第一张单 T001 是不Qualify的 因为它有A,D,E 这三个品牌 那如果我做一点点 手脚 我将它 这些品牌变成A和B 现在B,B,A,A 它现在应该是 合资格 留在我们的结果里 那我去我结果的表格 right click一下 然后做一个refresh 看一下它 哇,中了 它已经包括了 在我们的结果里了 哇,你做完这个之后 你老闆一定很喜欢你 然后他会走回来跟你说 喂,我今次可不可以 就是看品牌A和品牌C 当然可以 没问题 double click 回到这个result query 去回相对的位置 你不记得我们刚才做了一个步骤 就是做一个filter 我们在这里 去回这个位 这个位做什么 我们就在这里 filter了 品牌A和品牌B 那现在 你想看什么 你就在这里选什么 品牌A和品牌C OK 剩下的东西一模一样 close and load 我们的结果 就已经在这里刷新了 做完 品牌A、品牌C 但是大家明白 老闆是一个善变的动物 他今天叫你做A和C 明天会叫你做A、B、C 最好是什么 最好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excel表上面 让他自己输入想看什么 就像现在我们这样 在这里做一个input parameters 的位置给他 他要看什么 就在这里进什么 那我们呢 其实这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 转成一个excel table Ctrl T 我们这个excel table 是有headers的 take这个box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excel table 给一个名字 我就叫它做brands 品牌 OK,brands 好了 我们开始只有两个品牌 A、B 但是这个excel table 它的好处是什么 当我有朝一日 要加一些东西上去的时候 它会自动 吃了进一个excel table A、B、C 吃了进去 但是做demo 我们就是A、B 两个brands right click get data from table range 带它进去powercure editor 然后呢 这个brands呢 我不想要一个cure 我想把它转化做一个list convert to list 现在呢 我就纯粹把它convert了做一个list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是应该做多三个步骤 令到这个query更加好的 第一样东西 就是做一个顺序的排序 第二样东西 删除空白 第三样东西 删除 duplicate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假设 我们已经做了些东西了 去到result 这个query 其实呢 我们要从这个step之后 做一些修改 因为我们想直接 在这个list里面做个filtering 因为大家记得的话 在这个list里面 我们已经有了那些品牌的资料 回来 从这个step开始 我们delete所有东西 delete 那我们现在要想的方法 就是我怎样可以直接 由这个column 做一个filtering 这里我已经有AB在这里了 那我的品牌在哪里 就是在这里 我之前已经叫过用家输入了 问题就是 我这个column 我没有做filter 我没有filter的按钮 那可以怎样呢 是没有的 这个是一个expand的按钮 不是filter的按钮 我们看回第一个column Transaction ID 这里呢 我们可以按一按 这个put down menu 我可以做一个filtering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做 看看会出了一个 什么结果给我们 现在呢 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filter 我就是说 Transaction ID 等于T001 你就做个filter给我了 这个就是那条formula Transaction ID 等于T001 我们正正可以利用这条formula 去做一些修改 而这个修改很简单 我只是把Transaction ID 这个column 变做sorted brands 小心点 不要串错字 但是世界又一样 而这个sorted brands 等于什么呢 我不是要一个hard code value 我要一个dynamic的list 而这个list 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 入了那个brands 这个是一个list 来这样 那我们打回blings Enter 搞定 原来这样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column based on the list 做一个筛选 之后的步骤 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呢 就把多余的行数 remove了去 right kick remove other columns 跟着呢 我们又做一个merge queries 我们将所有transactional table base query的details 带回来 做一个merge based on transactional id ok 跟着在这里 expand回我们要的colum 除了transactional id 之外 其他所有colum 都拿回来 ok 搞定 close and load 跟着呢 我们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a b 同时存在transaction 我们又做一下了 我在这个input parameter 改 今次我选择a b right kick refresh 出来的结果就是只有a 和d的transaction 跟着我又改了 今次我要加abc refresh wow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果了 这个transaction我们有abc三个品牌 另外一个transaction我们也有abc 再做多一次abcd做这个测试 refresh 看见了 只有一个品牌是会有abcd存在的 只有这张单是有它的 paracrys实在太厉害了 怎可以不喜欢它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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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